就是进口疫苗的进度如何 指挥官陈时中在立法院被询的时候透露 7月应该还会有一批疫苗进来 不过最近为了疫苗要不要来 陈时中透露他常常晚上睡觉睡到一半 突然下醒可见压力之大 外购疫苗面临卡关 国人期盼国产疫苗可以解盲成功 但是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提出示警 就算国产疫苗真的研发成功了 是否可能不被国际承认 对此陈时中也坦言 当然有这个风险 不过会持续努力跟国际沟通 我们的国产疫苗如果开始施打 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国际认证 这样的可能跟风险 有 当然有 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国产疫苗研发成功后 也有可能不被国际承认 也就是通称疫苗护照的 数位欧盟新冠证明 台湾疫苗很有可能不被列入其中 如果在使用这些东西 我们会提醒民众 就是在目前来讲 这个疫苗处理在世界上 所有相关的一个status是怎么样 最终民众到底有没有办法 自己选择施打哪一个厂牌的疫苗 目前当然是根据攻击量跟排序 那他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比较大的量进来的时候 就让开放比较多的人的时候就可以了 国际认证方面 陈时中强调会尽力沟通 至于未来进口数量多了之后 也会考虑开放民众自选疫苗种类 进来除了国产疫苗进度 民众更关心外购疫苗何时会来 面对在意党立委不断追问 陈时中直说自己比大家更着急 游行疫苗进度 身为指挥官的陈时中 睡都睡不好 就判疫苗早日到位 让民众都能得到应有的防护 记者 林晨坚 杨维达台北报道